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到另外一位歌手杨成林 她的代表作有语爱暧昧的 并且在2022年参加了音乐综艺《我们的歌第四季》和许静运 林志炫等歌手的合唱给听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时她还作为飞行嘉宾在生生不惜港月记留下了两首演唱作品 家庭方面 杨成林与李荣浩已经结婚三年多 前不久李荣浩发文说下午要说个大事 还让网友一度以为是二人有了孩子 但李荣浩在评论区亲自说不是 最后宣传图一出原来是她会开演唱会预热 41岁的王兴林和38岁的杨成林状态真的绝了 此番二人同况好令人惊喜 DNA动了 祝他们有益长存 也期待未来能有同台表演吧 王兴林和杨成林都是中国台湾的顶级甜妹 这些年他们都在内地发展 所以聚会的次数很多 看看40岁的王兴林和38岁的杨成林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和20岁少女差不多 你羡慕吗 杨成林和王兴林都是走甜美路线的 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都是少女 俘获了很多少男 一转眼 20年过去了 很多粉丝都老了 脸上都有皱纹了 可是他们的偶像却依旧青春 看王兴林和杨成林最近聚会 他们一起比剪刀手 一起独嘴 还是那么少女 一切和之前都没有任何改变 明星就是不一样 可以永保青春 这就是天生丽质 天然美女的底气 对于粉丝来说 看到两位甜心教主同况 自然是比过年还开心 如今王兴林通过浪姐爆红 一直在内地工作 杨成林也是因为和一线歌 兴林荣浩老师结婚 所以这些年一直在内地居住 王兴林和杨成林这两位老乡 如今都在内地发展 想必合作的机会应该很多 不少人希望他们可以一起开演唱会 两位甜心教主的魅力加起来 必然势不可挡 你们期待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如果您有了